第246章 击破神话 多么柔和的夜晚 多么灿烂的光雨 多么动人的人间烟火 一切是如此的美好 让人沉醉 孙城前开口 同孙家的人一同举杯 看着大屏幕上 那一道又一道通天的光束 脸上带着笑容 这是一场视觉盛宴 人间繁华 世上璀璨 最胜烈也不过如此 不安分的超凡者 妄想颠覆新兴秩序 想太多了 另一位中年男子也开口 充满收获的喜悦感 今夜 孙家一战 解决所有问题 一群人碰杯 共同畅饮下一瓶 珍藏百余年的美酒 脸上的笑容都略带冷意 目送超凡者覆面 新术领域的人 早已滴下头颅 植入芯片 所谓的超凡者王轩 不自量力 早先不动用战舰杀你 是不想星星流太多的血 现在结束了 不滴下所谓的高傲头颅 那么扫进垃圾桶就是了 有人说道 这也是孙家大部分人的心声 不接受管控的超凡者 终究会成为 最不安分与危险的变数 只能去死 最近这段日子 他们有些烦躁 明明有力量抹杀超凡者 但是却因为要遵守 星星的准则 不能以战舰洗地 束手束脚 现在好了 一切都清静了 圆池山大爆炸 震动了各方 那些光束照亮夜空 连接天上地下 第一时间 就被各种天眼 与探测器捕捉到了 各大组织都被惊住了 全都在第一时间进行防守 怕有不可预测的大战爆发 现实中的人 你们的胆子太大了 十多年够见的通道 你们都敢摧毁 不死不休 圆池山顶 废墟间的无头神像中 那个身影模糊的男子疯狂了 竭尽所能的出手 不断对抗 想要保住这里的一切 断壁残垣间 有铜扁飞起 有残破的大中轰鸣 地下基石也在发光 符文交织 光束滔天 笼罩此地 动 然而 域外打来的超级能量光束 太恐怖了 即便是超凡物质沸腾 面对这种毁灭之光 也抵不住 符文光幕背积得暗淡了 山体在融化 至于四野更是在崩开 再毁灭 也只有山巅这里 得到超凡力量庇护 暂时没有炸开 吃吃吃 虚空中 出现数口飞溅 但都是断裂的 埋在圆池山峰中 被催发了出来 逆冲向天空 可惜 这是破损的器物 寝客间就被打崩了 动 残破大中飞起 与一道光束撞在一起 刹那间 钟声轰鸣 让远处烧红的山地都炸开了 激起岩浆大浪 但大中并非仙气 且是蚕刺品 在光束中爆碎 部分钟片更是融化了 无头神像中的男子 强行干预现实 绽放的符文光芒不断闪烁 但所能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小了 现场几位活在现实中的人类 都面色苍白 如果没有无头神像庇护 他们早就死了 即便是超凡者 也挡不住这样的能量光束 是神 究竟是谁 要做这种事 克里斯汀脸色煞白 手中的水晶静流转光晕 将他包裹 他无比的恐惧 一次超凡聚会而已 何以演变之词 他后悔了 为什么要盗取那张晴铁 汉索罗用力攥着长矛 黄金神火爆发 在他的身后浮现一道虚影 接引来了他所信仰的 神明的部分力量 伟大的东方仙人 请动用您的伟力 洗进黑暗吧 克里斯汀叫道 希望有奇迹发生 他惶恐的同时 也无比震惊 东方的财阀太有魄力了 连神仙都要照杀不悟吗 无头神像中的男子 通过西伯大幕 传送出来恐怖的力量 一时间仙光普照 在圆池山上征腾而起 显然 外太空中的战舰 清晰地扫描到这里的情况 其他地域都被摧毁了 山峰炸开 大地融化 只有圆池山烧红了 但是山顶区域被霞光笼罩 迟迟没有炸开 一时间 又有树道光束降落 这是真正的科技对决神话 勾连天地间的光束 又一次释放 清晰 仙光被打穿 神圣力量被击毁 隔着大幕 那位神秘男子立有未待 挡不住天外的恐怖攻击 他怅然 而后长叹 虽然有无尽的分源 但眼下大势已去 他侵入现实中的力量不够 这里要毁灭了 记住 你们坏了一位绝世仙人的好事 这不是结束 祸端才刚开始 无头神像中的男子怒吼 即便大幕熄灭 超凡退朝 猎仙有可能会沦为凡人 但现在我们终究没有坠落呢 你们挡不住绝世真仙的怒火 他低吼着 虽然不甘心 但现在他已经无力回天 眼看着神像在崩碎 一个虚弹的世界浮现 神像中有残骨露出 连着一片内景地 与大幕后的仙界交融 这里有如星月上的月坑 古代一位强大的教祖 付出自己 以自身还有内景的为通道 成全猎仙回归 而此地更为特殊一些 如今被祭练成一处特殊的节点 渐渐化为有形通道 想转移走都不行 只是不知道 这位教祖当年是自愿的 还是被人囚禁在此 那枯骨出现裂痕 现实中的攻击 作用到了白骨架上 你们能逃就逃吧 无头神像炸开了 模糊的男子开口 释放鲜灰 笼罩在场的几人 尝试将他们送走 他是大幕后的生灵 终究是无法清零现实世界 子发老者第一个行动起来 结果直接炸开了 他的肉身原本就是腐烂了 衰竭了 现在尸骨无存 只有精神体留下 跟我走 身穿红色甲咒的女子 她本身就是精神体 冲着老者的精神体喊道 然而 当她脱离神秘男子的庇护后 即便是精神体状态 也受到了恐怖的影响 因为 精神体中除去灵魂能量外 也有超凡属性的物质 人活在现实世界中 怎能彻底不依托现实 她遭遇了重创 最起码她身上的特殊甲咒是真实的 直接炸开了 瓦解了 而她的精神体也被撕裂 属于超物质属性的部分 再溃灭 再流逝 无头神像毁掉后 还留下一些残骨 那个神秘男子 最后看了一眼现实 向残骨注入部分力量 庇护废墟中的几人 将他们送了出去 不 克里斯听惊叫 那个东方仙人的身影 最后一闪 已经从这里消失了 意味着他们无人庇护要毁灭了 昔日教祖留下的残骨 燃烧着 带着他们冲了出去 很可惜 在途中就彻底炸开了 半空中有鲜血四剑 而后又蒸干 微弱的流光一闪过后 这里再无任何超凡属性的力量了 通天的光束毁灭圆池山 秀丽的主风消失 地下岩浆沸腾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瞬间 外太空中的战舰接连开火后 迅速远去 眨眼消失了 王轩喝下杯中酒 坐在高山上 看着天际尽头的光束渐渐消失 圆池山所在的那片区域 彻底改变了地貌 猎先干预现实的力量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啊 他们终究是离人间太远了 他开口 但他知道这件事不是落幕 而是开始 猎先怎么可能会善了 尤其是 如果只剩下最后三年的辉煌了 大幕后的生灵 必然要在沦为凡人前 展开疯狂的报复 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只静静地看着 王轩没有起身 并没有赶到事发现场去 目前看 那里全部毁灭了 他可不想跑过去意外背锅 他知道 孙家必然会被猎先盯上 近期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他时刻准备着 去孙家抄底 孙家有人守着大屏幕 目睹了那一切 而后又看回放 原池山大爆炸 真的炫辣 提高爆炸现场的音量 聆听超凡者的葬歌 对 这种有穿透力的声音 才是最美妙的音符 孙家有人大笑 举杯邀明月 为超凡者送行 原池山附近 出现大量的探测器 更有小型的无人飞船 与战舰横空 一些微型机械人降临 各方都在探索 想弄清发生了什么 很快 有机械人发现 融化后刚冷却的合金疙瘩 晶莹灿烂 大幕后的世界 早先在无头神像中 出现的男子 丹西 跪在一座高峰下 望着云雾上方的宫殿 心都在颤抖 他知道 事情半杂了 他负责 守着的重要通道 居然被现实中的凡人 全面摧毁 等于断了他们 这一戏的重要后路 果然 雷霆绽放 击穿天穷 见光横空 大地沉现 云雾中那座 红尾的宫殿中 有个生灵睁开了眼睛 让天地仿佛都要轻浮了 无情的目光 在雾碍中穿透出来 让丹西 跪在地上的男子站立 身体都要瓦解了 他瑟瑟发抖 他的灵魂都要崩裂了 艰难地开口 我愿冒死降临现实 如果侥幸活下来 我一定让那些人 付出血的代价 灭族 降临现实 沦为凡人 反被人打杀吗 高峰上 云雾中 那个强大的生灵 冷漠地开口 我会想尽办法 灭掉那些凡人 并再速通道 跪在地上的男子发抖 强大如他 面对大幕后 这位绝世强者 也在发抖 三天 我就要看到一个初步结果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云雾间 那个恐怖的强者在开口 有些疲惫之意 当夜 星星 圆池山 电闪雷鸣 暴雨倾盆 血色的闪电 划破黑暗 格外的异常 竟有种忧森圣人之感 第247章 龙堂虎穴 王轩在远方的高山上 看着圆池山方向的 血色闪电与暴雨 不禁露出异色 与超凡之力有关吗 猎先报仇不隔夜 这一夜 各大组织略显紧张 并没有在被击毁的 圆池山 有特别的发现 孙家装模作样 也加入探索队伍中 最后匆匆退走 次日 外界虽有报道 各家也都在议论 但没有人知道事件的真相 孙家 将自己摘得很干净 他们相当低调 暗中观察 想看一看 这件事过后 是否会有什么异常发生 王轩并没有回归城市中 而是在山脉中出没 他一路横穿山林 向东走去 避开各种监控 他从伏地碎片中取出光脑 这是忠诚给他的 确定是十分安全的设备 可以放心地使用 王轩浏览新闻 外界并没有特殊的事件发生 关于圆池山被毁事件 没有引发太大的波澜 不过 下午后 阿贡财团的格兰特焦虑了 他的孙女克里斯汀和超凡勇士 汉索罗都消失了 一天多不见踪影 克里斯汀曾对我留密信 说是要去参加一个超凡聚会 但他已经离开一天一夜了 难道出意外了 格兰特发布消息 向东方的财阀求助 孙家得西后 顿时有点猛 战略合作者的孙女 难道被他们干掉了 他们暗自庆幸 这次没有走漏风声 不然的话 格兰特肯定要和他们翻脸 难道他们出事了 格兰特等不到孙女归来 自然联想到袁池山 那里为什么遭受轰击 神啊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格兰特震惊了 该不会是有东方财阀 在攻击超凡者的聚会吧 孙 你知道袁池山事件吗 他第一时间联系孙荣胜 孙荣胜心头一沉 暗自感叹 这老家伙太敏感了吧 这次的事情 为什么如此凑巧 格兰特的孙女跑去了 听说那里遭受攻击 被摧毁了 但不知道具体情况 孙荣胜平静地答道 格兰特放下电话 眼中寒光闪烁 告诉手下 将自己人调过来 调查袁池山事件 孙家与东方的超凡者有仇 会不会是他们 得戏了那场聚会 所以下手了 误伤了克里斯汀 格兰特产生联想 心沉了下去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吩咐下去 寻找那个名为王轩的人 看一看他在哪里 很快 他得到禀报 王轩也消失了 什么呢 格兰特感觉自己要疯了 他的猜想可能成真 孙家要干的王轩 结果确实成功了 同时也将他孙女解决掉了 接下来 格兰特亲自与东方部分 财阀的高层通话 不久后 秦家 宋家先后给了他一些线索 两家的探测器 在现场找到 少许特殊的合金疙瘩 以及一小块奇异的水晶 克里斯汀 汉索罗 当格兰特看到这些碎块后 他的手都颤抖了 合金来自汉索罗的颤毛 水晶是他他孙女的 那面镜子碎片 这两件器物都是接近神器的宝物 居然融化了 碎掉了 他眼前发黑 孙 我要一个说法 晚间 格兰特愤怒与悲伤地联系孙荣胜 虽然还没有证据 但他觉得 应该是孙家干掉了克里斯汀 老朋友 你不要激动 孙荣成皱眉 怎么会这样巧 他有些头疼 真不想承认这件事 夜晚 王轩在山中烤肉 准备晚餐 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 远离城市的喧嚣 宁静又平淡 突然 他抬头看向夜空 有人飞来了 确切地说是一道精神体 飘落下来 是那个身穿暗红金属甲皱的女子 她有些凄惨 身影模糊了 甲皱破碎 并缺失了大半 女子的状态不是很好 王轩警醒 战舰轰击 连精神出鞘 都会被重创 是了 精神体中蕴含着超物质 是现实中的物质 自然受到了影响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聚会 女子神色不善 非常严厉 虽然大致知道了情况 但她心情恶劣 迁怒王轩 被人盗走了情帖 王轩取出那张 即将消散的假帖 很平和与耐心的解释 你认为 是谁出手攻击了袁池山 女子寒生问道 她这种立身高空中 冷艳而强势的姿态 让王轩反感 心说 我又不是你的手下 欠你的吗 但她现在不想翻脸 这女人的身后 大概率有猎先 且先看她们的手段 到底如何 现在王轩已经为她们 搭建好舞台 交给孙家与猎先表演 先让她们彼此 掂量下橙色 她再做决断 目前 只有孙家最为敌视超凡者 我曾多次被她们攻击 现在都不得已躲进山林 当然 我没有证据 也不能确定 这次究竟是不是她们出手 你立刻去孙家探查 马上 半空中的女子冷声道 杀气腾腾 也足够地霸道 完全是命令的语气 王轩真想干掉她 真当她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是她的仆从吗 凭什么听她的吩咐 若非忌惮她背后的仙人 她真不想惯着这个女人 她想暂时躲在幕后 亲眼看下 猎先能否干预现实 现在这个女人状态很差 精神体几乎被轰散 还敢对她牛气哄哄 我的真身 如果出现在城市中 会立刻被孙家察觉 根本不适合去探查 我现在出现的话 就是个活靶子 王轩摇头 她又补充 即便现在躲在山林中 大概也长久不了 星星各地到处都是监控 连无人的密林中 都有探测器 真没用 女子冷声道 她现在心情糟糕之极 对别人也没有好言语 王轩很平和 现在不与她计较 她从中看出了许多东西 猎先吃了爆亏 在圆池山损失惨重 我这里有一枚神意 可赐予你部分力量 女子开口 飞落下来并接近王轩 哦 送我吗 王轩看着她手中的鲜红印章 露出笑容 女子面无表情 道 这岂是你能驾驭的宝物 我会在你身上留下烙印 赐予你部分力量 王轩倒退 这意思 要在她身上盖章 打上印记 想什么呢 你不愿意 女子含声道 这是什么态度 什么语气 王轩想翻脸了 背后有裂线了不起啊 还不是差点被孙家灭掉 要知道 她和孙家周旋 还没吃亏呢 这女人所在的组织 与财阀出自碰撞 就很惨烈 一个失败者而已 也想拿她来出气 王轩退后几步 没有说话 女子还没有从圆池山的 惨败中恢复过来 心态有些问题 现在她感受到了 王轩的抵触情绪 再想到自身实力下降了 她深吸了一口气 忍住了 你尽快接近孙家 两人内一定要赶到 准备配合我们进攻 女子说道 眼神伶俐 看着王轩 没问题 王轩点头 并不是遵从她的命令 而是真想去看热闹 随时准备抄底 她确定 找机会 必须得干到这个女人 现在 她无论多么反感与厌恶 都不能出手 不能将裂线的仇恨 从孙家身上 吸引到自家身上来 红影一闪 女子消失在夜空中 直接飞走了 王轩盯着女子离去的方向 她以前很强 但是现在确实虚弱了 她能够在没有肉身的情况下远行 应该与身上的红色甲咒有关 事件重宝 可惜 这件有形的甲咒 被战舰轰得破烂了 专为精神铸造的甲咒 这是魂甲 原神甲咒 王轩琢磨 很是羡慕 然后她冷笑 从身上展下一缕符文 这是她当初接到擎帖后 对方不动声色留下的 真以为她觉察不到吗 她现阶段就可以短暂地神游 精神感知异常 早就洞悉了 这是她故意留下的 等对方找上门来 现在 她已经从女子口中 了解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猎先要对孙家动手了 就在两日内 古灯出现 一团光焰飞出 将女子留下的符文印记 烧得虚淡 消散 彻底磨灭 自以为是 在我眼中 你只是个工具人而已 王轩低语 此时她不再留着印记 不需要冒险 和对方存在联系了 刷的一声 她从山林中消失 彻底远离这里 不过 她的确是朝着孙家所在的 康宁城赶去 沿着密林 沿着山地 一路向前 从原池山被轰击后 天亮她就出发了 到现在的深夜 她已经前行了足够远的距离 还有两天 时间很充裕 在路上 王轩继续研究那些符纸 想要全部弄清楚 到底都有什么用 这是顿符 她相当地惊讶 稍微激活某张符纸时 她搜得一声远去 赶紧又让符纸暗淡下去 天亮时 她又弄清一种符纸 隐身符 这些符纸都是好东西 让她眼神灿灿 王轩像是一个幽灵 在密林中无声地穿行 到了她这种境界 仅是赶路而已 并不疲惫 即便是停下休息 也是为了研究符纸 白天她更为谨慎一些 除去要躲避探测器 还要避开进入山中的旅行者 探险者等 傍晚 她沿着山脉 行走在密林中 赶到了康宁城外的湿地 距离那座大城市 还有十几里 王轩感叹 星星的环境确实不错 到处都是森林 湖泊 湿地等 这也为她避开监控提供了机会 不过 到了这里后 即便是湿地中 河流畔 也有探测器 她动用隐身符 急速冲向康宁城 主要是舍不得隐身符 迅速进入距离孙家很近的 一座大酒店中 选了一个无人的房间 入住了进去 她解除隐身符 发现她黯淡了一些 甚至出现一缕细微的裂痕 她不禁摇头 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什么时候能自己能制服 甚至无需动用隐身符 也能掌握这种艺术 她提前一天多赶到了 等在这里 准备观看烈仙与孙家的大战 当夜 孙家就出事了 当 有终生传来 竟可以震慑超凡者的精神 王轩亚然 迅速精神出窍 但未冲出去 而是在窗边 眺望孙家那里 观察动静 她不禁动容 孙家果然非同小可 大本营有恐怖的一宝 那片建筑物中 有神圣符纹交织 有银色的中波荡漾 夜空都被照亮了 这些异象 唯有超凡者可以看到 仅像异常恐怖 银色波纹扩张 将一个紫发老者击中 卷走她一魂一魄 老者是精神体 夜闯孙家 现在中招了 王轩凛然 超级世家的老巢 有些恐怖啊 竟有一宝自主复苏 自动索困入侵的精神体 然后 王轩看到了 身穿红色甲皱的女子 她漂浮在孙家外的高空中 眼神冷烈 那个老者亮呛着 飞向她那里 被她收进一块红色的神印中 暂时稳住了精神体 现世的财阀 真是该绞杀 挖了猎先的洞服 得到了上古年间的 顶级一宝 女子皱眉 这口中当年 被一位绝代强者忍痛割爱 留在人间 送给后人 用以镇守洞府 庇护整个道统 现在 大中却落入了 现世的财阀手中 用来对付猎先的追随者 你去附体 进入孙家试试看 女子开口 将紫发老者的精神体 再次放了出来 片刻后 孙家门前一个年轻人被附体 意识瞬间浑恶 向着孙家内部走去 当 钟声在响 老者惨叫 冲出那个年轻人的身体 煞时逃了回来 他又失去一魄 高层酒店中 王轩心惊 还好他没有乱来 孙家大本营十分危险 如果他精神出窍 贸然闯进去 可能会出事 他想到在锦月城 遇到的那个内鬼 鬼先生所说的话 现在看还算靠谱 孙家一宝惊人 可锁人魂魄 女子倒退 自语道 自主激活 没有人掌控 也能如此 孙家该不会有石神灵入主了吧 他静意不定 但还不想罢手 催动神印 再次放出一个精神体 是一位老僧 他的肉身在原池山被毁灭了 只有精神体保留下来 七居神印中 一会儿我尝试牵制那口大钟 你从后面进入孙家 女子开口 老僧点头 飘了出去 女子催动神印 发出一道烟红的光 打向神钟 与此同时 老僧从另一个方向 飘进孙家 当 钟声在响 银色的连衣扩张 打到了这里 积在了红色的神印上 让宝印暗淡 出现一道小裂痕 女子惊呼 心痛不已 王轩大受触动 那口大钟太恐怖了 孙家这是走了什么狗屎院 竟挖到了这种东西 女子受惊不轻 快速倒退 她感觉毛骨悚然 这口大钟 怎么像是有人在催动 接着 更为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老僧刚才虽然暂时 避开银色的中波 进入孙家 但是却依旧发生了意外 孙家身处 有一杆金色的小旗 不过巴掌大 轻轻摇动 黑暗中顿时发出阵阵波纹 纹络交织 扑的一声 金色纹络直接将老僧绞碎了 她的精神体熄灭 彻底消亡 王轩头皮发麻 看得一阵出神 所有这些景象 都只有超凡者才能看到 普通人无感应 怎么可能 女子震惊 男男道 这东西 不是上古时就遗失了吗 居然在这个时代出现 她严重怀疑 孙家是不是 戚居着什么强大的生灵 这片地盘有主了 一个现实的财阀 大本营有些过于恐怖了 简直是龙坛虎穴 第248章 让烈仙动心 身穿暗红色的甲胄的女子倒退 悬在半空中 深深地感受到了寒意 她连现实中一个财阀的住宅 都闯不进去 她惊疑不定 宏大的园林式建筑群中 到底有什么东西 有残存未死的怪物吗 还是说她想多了 她寂静了很长时间 没敢乱闯 盯着孙家深处 非常眼热 别说是她 就连她的主上 都不曾得到过那样的宝物 一个现实的财阀 竟收得这样逆天的医保为己用 让她恨不得立刻血洗了孙家 收取到手中 什么状况 那口中自明了 孙家内部 高层人员有些紧张 他们是凡人 看不到银色大钟 在黑夜中发光 见不到银色连衣荡样式的 瑰丽景象 但当中音响起时 他们可以听到 也知道这口中的重要性 当年就是这样拿下鬼先生 只是如今 没有超凡者孙荣停坐镇 让他们皱眉 略感不变 先为两座密库 补充超凡物质 孙荣圣开口 那是自密的采集 与冷压缩的空气 日常用来滋养那些古代器物 这时 天外密宝传来 他们的一颗资源星 遭遇攻击 孙家高层的面色都变了 居然有人进攻孙家 哪颗行星 元夏星 有人神色凝重地开口 什么 孙荣圣 孙成坤等核心人物 获得起身 脸色难看 元夏星 距离星星只有几光年 是一颗相当近的资源星 那里矿产较丰富 有制造战舰的稀有金属 说是资源星 其实在那颗行星 有他们一处秘密的军事基地 虽然规模不大 但属于孙家嫡系 非常可靠 大概率是格兰特干的 在为他孙女报仇 孙荣圣开口 叹了一口气 上次 他们摧毁元池山 就是利用域外的战舰发动的 格兰特认准是孙家干的 将那三艘战舰给灭了 他过分了 摧毁我们一处小型基地 想开战吗 有人不满 一百多年的较量与竞争 他们一直处在强势地位 面对西方 有心理上的优势 非常时期 暂时不要妄动 我等格林特的解释 我认为他 并不是想撕破脸皮 身穿暗红甲皱的女子 袁洪 再次尝试进攻了一次 手中的神印 飞出一道阴红光束 他急速倒退 他在远空盯着 看是否有人 在催动神物 孙家深处 通体银白的大钟 有连衣在激荡 在超凡者眼中 他简直是一件 闺美的艺术品 是一件杰作 砰的一声 中波将红色光束震散 并朝袁洪这里反击 他赶紧顿走 没有看到人 袁洪自语 看着那口大钟 眼神越发火热 锁魂中 昔日他的主人异常强大 在大幕后的仙界 都属于风云人物 所向披靡 不过两百年前是死掉了 可以说 现在这口音中 属于无主之物 即便是猎先回归 也不会有什么大因果 当终生消失后 他才敢回来 皱着眉头 忽然发现有些可悲 他这样的超凡者 连凡人家族都对抗不了 时代真的不同了 难道他只能守在外面 出来一个弄死一个 在他原本的计划中 催枯拉朽 直接就杀进去了 让这个财阀明白 猎先不可冒犯 但是现在 无言又无力 想大开大合的入主这里 根本做不到 锁魂中 属于上古重器 在一宝中都赫赫有名 他现在是魂体状态 那东西专门刻他 根本搞不定 至于那杆巴掌大的金色小旗 他就更不敢接近了 连试探都发出 因为凶名太盛 属于传说中的东西 在上古年间就遗失了 他名为斩神旗 名字听起来很一般 但凶威恐怖 专杀原神 当年有绝世人物 都曾栽倒在这杆小旗下 袁洪皱着眉头 他时间真的不多了 三天内必有结果 不然大幕后的人会怪罪 而现在已经快两天两夜了 他想接着试探 晚间 孙家有人走出 他直接掳走 扭断了脖子 扔在了旁边公园的密林中 他安静地等待 并没有异常 孙家无神秘高手作证 袁洪的心又活落了起来 孙家密库太惊人 纵然是大幕后的人降临 都会忍不住出手据为己有 他消失了 前往自己的闭关地 去取一件宝物 想搜刮孙家的神物 深夜 他又出现了 搬运来一个石盆 黑灰色 这是一件奇物 虽然没有什么过强的攻击力 但是可以聚保 袁洪催动 石盆发光 很快成片的留侠 末路孙家 他想盗取密库中的宝物 咔嚓 石盆碎掉了 流光瞬间消散 他的脸色 瞬间变得很难看 再次怀疑起来 孙家是否棄居着什么怪物 哪位前辈住在此地吗 他开口 这种精神波动 唯有超凡者可以感知 王轩在酒店中 安静地看着那一切 听到他这样的话语 自然会产生很多联想 事实上 早先就有过各种念头了 袁洪怀疑 有藏活下来的怪物 入主了孙家 不见得是要庇护这一族 而是看上了这里的神物 甚至 他心中还有一个恐怖的念头 该不会是猎先提前回归了吧 有人将这里 视作自己的地盘 未来这里 将成为一个圣地 当想到这个可能 他头皮发麻 不过 他又摇了摇头 觉得不太可能 大幕后的绝世强者还过不来 再等待机会 即便有人实力逆天 送一名不重过来 实力也会严重受损 根本不敢接近锁魂中 斩神奇这类东西 毕竟 刚降临时是精神体状态 含有肉身留下的人 想在现实中血肉再生 得找到当年残留的真骨 慢慢培育 谈何容易 没有人回应他 孙家密库静悄悄 一点精神波动都没有 难道说不是人 而是有一宝 更进一步异化了 他盯着锁魂中 又看向斩神奇 心头巨震 就这么点手段 你倒是对孙家动手啊 实在不行 赶紧请猎先降临 王轩看了很长时间 对他很失望 事实上 身穿暗红甲皱的袁洪认为 报复孙家 远不及将锁魂中 与斩神奇等传说中的东西 去到手中重要 夜间 孙家没有重要人物出来 他便也没有再出手 静静地看着 绕着孙家 观察每一处细节 他一直等到清晨 孙家嫡系中有人外出 他直接干掉了两人 接着 他又追上一艘冲空的飞船 干掉孙家 一位高层人物 什么 孙家内部震惊了 立刻吩咐到 重要成员不得外出 他们有些惊悚 有超凡者在针对孙家直系 那种手段很诡异 根本不是正常的死法 什么状况 还有超凡者 没有被消灭干净吗 还是说王轩没死 又对我们出手了 孙家内部一阵紧张 这是预谋的暗杀 针对性太明显了 连克里斯汀与汉索罗都死了 按理来说 同样在场的王轩 也不可能活下来 是谁在报复我们 不是陈永坚 他当下离我们这里很远 是王轩阴魂不散 还是又出现了新的超凡者 王轩没有将精神探进孙家 但孙家有非重要人物外出时 被他捕捉到了私感 他一阵无言 他居然处在半杯锅状态 猎仙真废柴 这么没用吗 敢于现实的手段不多啊 王轩赴匪 真替他们着急 袁红多次出手后 进一步的试探 等了很久 也没有超凡力量侵蚀他 他确定 孙家没有守护者 密库到底有什么古怪 他转身离去 凭他这样的精神体 没有办法硬闯进去 他要去禀报 这里有让大幕后 绝世猎仙都掩热的宝物 依旧是圆池山 这里的岩浆地早已凝固 在圆址那里 没有了山峰 只有一片很深的峡谷 地下被开凿出一个岩洞 里面有一个模糊的身影 正是两日前 那个在无头神像中出现的男子 他居然真正埋到了现世中 男子身影更模糊了 并没有真正的身体 在那个狂风暴雨的深夜 在血色闪电胶之间 他被绝世强者送了过来 当然 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实力骤降 灵魂受损 但能够活下来 已经算是非常侥幸的事件了 因为正常来说 想从大幕后的仙界回归 进入现世时 九成几率要化成飞灰 女子被他躬身失礼 神色严肃 到锁魂中在孙家 这 东西居然出现了 身影模糊的男子露出金融 这口中一定要拿下 绝不允许落在凡人手中 连上古年间遗失的斩神奇也出现了 在孙家密库 女子郑重地告知 什么 男子心惊 那种传说中的东西 居然在超凡退潮的时代再次出现 这实在有点古怪 原本我还不想起出我的真骨 但现在看来 不得不动用它了 不然的话 我现在是魂体 也接近不了那东西 他原本计划 今夜神游孙家 灭了他们的大本营 现在看来不出动真骨的话 连他都要吃个爆亏 真是有些期待啊 在神话腐朽的时期 还能见到消失漫长岁月的宝物 男子决定立刻动手 付诸行动 第249章 猎仙祸 男子起身 从漆黑的大峡谷中出来后 遇上胜烈的太阳 顿时一个亮枪 他轻声道 魂体受创厉害 在雨夜中汲取了阴气 现在被太阳火镜冲击 居然有些不适 So 他腾空而起 去找他的真骨 女子跟在他的身后 两人在列阳下飞天远行 最终 他们在三千里外的一片大山中降落 这里有昔日原住民留下的痕迹 但早已荒芜了 男子就是这颗星球的人类 在他追随的那位强者的庇护下 接受雷杰洗礼 身体暴碎 留下一团精神体 进入大幕后的世界 从本质上来说 如果是依靠他自身 大概率会死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留不下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 就是因为那位绝世强者 有足够的底气 所以让身边的人 也能语化灯仙 一座大山之巅 古木狼林 男子以精神力量掀开藤蔓 铲除荆棘 终于看到下方的瓦砾等 昔日的道场早就废掉了 一切都是斑驳的历史痕迹 让他叹息多少年了 两千多年流逝 昔日红尘中的人都 再也见不到了 他有些出神 当年这座大山上 那些一起学艺长大的孩童 那些师兄师弟 那些年迈的老者 都消散在岁月中 连他们的坟头都找不到了 一时间他百感交集 很多年没有这样的感触了 那位可亲的师姐 曾撒泪送他远行 看他离开山门 等他成仙前最后一次回来 在这山中渡劫时 他早已老死了 现在他又来了 眼前竟又浮现出 他鲜活的面容 两千多年了 竟还记得 不成仙 一切都成云烟 净化尘埃 成了仙又想着逃离 大幕熄灭 万物皆衰 可怜 可叹 可悲 周冲绝开瓦砾 挖出地宫 从当中找到一个玉盒 开启后 里面有一小块头骨 还保持着活性 焦黑的内里 有生机样出 但是 周冲的脸色却历时变了 谁曾动过他的骨 当年 他回来渡劫时 这地方就荒废了 曾经的温柔事件 那些师兄弟 还有师父与师叔们 都死去了 现在他吃惊地发现 这块骨被什么生物啃食过 只剩下一半 被夺走很多活性能量 现在没有想象中那么浓郁 为什么没有全部吃掉 给他留下一半 他脸色阴沉 想要发怒 但却找不到对象 不知是谁所为 看着地宫 看着玉盒与真骨 他仔细观察这里的痕迹 约莫是一两百年内的事 有人开启过这里 一百多年前 星星上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吗 是否出现过一些 强大的超凡者 周冲问道 身穿暗红甲胄的圆红摇头 道 我近些年才从养魂桃木中苏醒 不知道百余年前发过什么 周冲将残缺的真骨 按在魂体中 瞬间 有血色纹落 从焦黑的骨体内部蔓延出来 他手中出现一个玉壶 从当中不断向外涌动超物质 被那黑色的骨块吸收 在他的魂体上 血丝蔓延 越来越多 不断交织 渐渐勾勒出 一道淡淡的血色身影 想要真正的血肉 重生谈何容易 他现在强行催发 其实从长远角度考虑 没有什么好处 迫不得以为之 走 周冲开口 瞬间飞天远去 这里距离孙家所在的康宁城 足有五六千里 但是 对于他们这种精神体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袁红提醒道 你现在得到真骨血气滋养 实力大幅度提升 但是 你也露出了部分血气形体 会被探测器捕捉到 如今这个时代 凡人掌握着战舰等 力量十分强大 一旦被打中 后果不堪设想 真是麻烦 周冲皱眉 这已经不是两千多年前的时代了 现在凡人也能重创他 袁池山的残酷教训 还没过去三天呢 他让真血回流谷快中 等到需要接触锁魂中与斩神骑时 再现血身 猎羊当空 他们早早地进入了康宁城 两个魂体绕着孙家转了四圈 仔细观察后 周冲动容 他确定 那个巴掌大的金色小旗 便是传说中在上古时期 就已失去踪影的斩神旗 西式神物 专杀元神 历代以来 死在这杆小旗上的绝世强者 加起来 最少也有一手之数了 周冲探道 他没有想到 能够在这个年代 有幸亲眼目睹到他 袁虹点头道 我第一眼看到他时 也感觉不可思议 其他宝物出现也就罢了 连传说中的东西 都在这个特殊时期出世 就显得有些诡异了 周冲皱眉 道 即便我有真骨 想要拿下斩神旗 也会极度危险 毕竟不是 真正的血肉之身 得先降服锁魂中 利用他去接触斩神旗 然后快速带走 待我血肉重生后就好说了 锁魂中也很可怕 动辄就卷走人的三魂气魄 袁虹说道 最起码 锁魂中还算正常 斩神旗太另类 非常恐怖 历代主人持有他 都不会太长久 得防着点 当 王轩下午刚睡醒 就听到了大钟轰鸣声 他惊异 那女人这么大胆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就开始进宫了 嗯 他感觉到了 非同一般的气息 因为更加强大的魂体出现了 猎先来了吗 王轩让自己心中空鸣 没有过强的精神波动 进心凝神后 这才去看孙家那里的情况 即便没有精神出鞘 他是超凡者 也能看到现实世界中的魂体 他见到了一个神秘男子 毫无疑问 那个人的精神体非常恐怖 远超身穿暗红色甲胄的女子 这人大概率踏足逍遥游层次了吧 即便没有 也已经无限接近了 一只脚迈进去了 这个男子非常生猛 直接动用神通去摘钟 这可是太阳底下 按照普通人的看法 这等于是活见鬼了 在大钟轰鸣的时候 一块古浮现 血色纹落蔓延 将它覆盖 他化成了一个血影子 身上绽放血色符号 在那里牵引银色大钟 想要炼化 当 银色大钟猛烈震动后 居然 让血影子炸开了 血液点点 飞溅出去 惊得圆红面色惨变 惊叫出声 男子可是从大墓中走出来的生灵 其真血 居然被锁魂中震散了 下一刻真骨发光 散落出去的血液倒飞 重新覆盖在魂体上 形成血液 不过 他的魂体被中波擦中时 虽然没有被拉走一魂一魄 但是却被击碎了小部分魂体 你说孙家有古怪 的确 就在这口锁魂中内 有人藏在里面 想要炼化他 周冲对圆红开口 脸色难看无比 他刚进进入县世 就被教育了 这才恭敬孙家魂体就受伤了 酒店中 王轩心惊 这男子的精神波动很熟悉 与圆池山被毁那一夜 猎仙发出的怒吼声响一致 猎仙降势了 进入人间 王轩虽然感觉事态严重 但是又觉得 这个人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迟妹王俩 给我滚出来 周冲声音冰冷 带着杀意 道 妄想以其他人的元神记忠 帮你炼化此中 相当的歹毒 说话间 他祭出数件强大的宝物 有雪白的尺子 有蓝幽幽的盾牌 更有一口飞剑 尤其是一张符纸 似乎极其强大 直接贴在了银色大钟上 接着 他探出一只血色的大手 向着银中抓去 很霸道 就要直接带走 道友息怒 我并非想害你 我是身陷中内 为了自救 两魂六魄都进来了 不得已在这里尝试练中 只为自保 远处 酒店中 王轩知道 中体内藏着谁 是那个内鬼 身在锁魂中内 但是 实情情况与鬼先生说的有出入 内鬼的三魂七魄 大部分都进入了中体内 居然在主动练化 王轩当时就没有完全信他 现在看来 这个可疑的人物 果然包藏祸心 真要来救他 绝对被集中 帮他练化 这件西石一宝 狗约的内鬼 王轩眼底深处 寒光闪过 周冲冷声道 笑话 你真以为我不懂 你刚才分明动用了 剂中的手段 若非你被困当中 不方便施展 还真没准会被你得逞 鬼先生道 道友 早些我也只是为了自保 毕竟不知你是敌室友 既然话都说开了 我们就此结果如何 周冲没有理他 他贴在大中上的符纸发光 明显减弱了 扩散出来的银色连衣 他探出的血色大手 一把抓住中体 就要带走 圆红震惊 来自大墓中的男子 居然这么强 几乎快封印迎中了 但他还是很担心 道 小心啊 周冲回应道 此中只激活了第一层符纹 如果第二层符纹复苏 我根本不会来 即便有真血覆盖魂体 也挡不住他的中波 道友 你放我出来如何 这周我放弃不要了 送你 鬼先生在里面开口 你是谁 是不是与大墓中的生灵有关 周冲问道 并不放他出来 隔着长空 探出血色大手 将锁魂中从孙家的密库牵引了出去 你不放我离去 我豁出去 也要玉石俱焚 以自身计中 激活他第二层符纹 鬼先生危险 酒店中 王轩道吸冷气 大中现在的表现 只是低层符纹复苏的结果 孙家炸窝 血色大手探进家宅中 震惊了他们 这也太霸道 太豪横了吧 光天化日 竟敢如此 当然 很多人也在战里 感觉无比惊悚 一道又一道能量光束冲气 向着血色大手开火 锅躁 周冲含声道 想到孙家摧毁了原池山的通道 他有无尽的怒火 他另一只血色的大手 向孙家一些人拍去 噗 当场 孙家嫡系由六人炸开了 形神俱灭 当然 周冲无比谨慎地避开了一个区域 不敢对斩神奇所在的方向出手 即便那东西 也只复苏了一层符纹 他还是远远地躲着 超凡入侵 该死啊 孙家有人愤怒 周冲一边生猛地提着大钟 想要退出此地 一边再次挥动另一只血色大手 将孙家数位高层人物一把抓在了手里 而后用力一捏 扑的一声 孙家数位高层人物化成血泥 哄 有能量炮打在周冲的身影上 他量强倒退 现阶段的他 面对超级能量光束狠忌惮 血液已溅起 人间凡人 也敢对猎仙张牙舞爪 周冲含声道 带着锁魂中倒退 他又被能量炮击中了 真血渐起 但又重组了回去 酒店中 王轩冷漠地看着 他不同情孙家 但是 这样的仙人也让人反感 有什么资格轻瞒人间 不管怎样说 今天他要在这里拿到强大的底牌 仙情的金色竹简 还有斩神旗 都是他的目标 要是能将猎仙与孙家 都无声地干掉 就更好了 猎仙祸 终于还是出现了 孙家有一位百余岁的老者低吼 导 母舰重启计划 开始吧 这 真要执行那样的计划吗 存在很恐怖的不确定性啊 有人颤声道 看到血色身影在退 他有些迟疑了 重启 都被人杀上门来了 还犹豫什么 你们这一代太没血性了 猎仙了不起啊 那个百余岁的老者怒道 第二百五十章 母舰重启 康宁城外地平线尽头的山地中 一片地下基地内停着一艘巨大的母舰 冰冷的金属光泽 让人心颤 人们面对它无不敬畏 重启 母舰计划 有人声音都在发颤 虽然这片基地存在的意义 就是围绕母舰展开的 可激活它实在关乎甚大 一定到了孙家生死存亡的时刻 这里常年有孙家核心成员轮流指手 得到消息后 没有任何犹豫 第一时间按照重启计划执行 恐怖的声音传出 尤其是母舰主控室那里 当大屏幕亮起的刹那 各种未知信息狂跳不止 初步复苏 它就又开始向深空发送信息了 让人感觉恐惧 一个老者颤抖 心中发慌 不知道事态的最终走向 上百年以来 他们自然不是第一次重启母舰 想解析各种前沿黑科技 没有比它更逆天的存在了 但是 每一次他们都心惊肉跳 这艘母舰是否会从未知的深空尽头 引来什么 这是藏在他们心底最恐惧的事 所以 不涉及孙家生死存亡 他们一般不会轻易重启母舰了 母舰的系统发出冰冷的声音 问他们 有什么需要他帮助 孙家核心人物之一孙荣坤迅速讲出 超凡入侵 猎仙来袭 康宁成孙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猎仙 堪比先天神魔般的生物吗 母舰解析 刹那告知 常规能源充足 但异物质能源匮乏 不足以支撑狩猎神魔级生物 他解释 异物质就是一切同超凡和神魔有关的能量物质的总称 孙荣坤震撼 过去未曾与母舰提及过猎仙 原来他还有各种关于超凡神魔的数据库 实在是有些恐怖 过去他面对的都是怎样的对手 没有办法对付他吗 孙荣坤急了 他怕孙家大本营彻底覆灭 经过扫描 康宁成中 有两个较弱的神魔 都曾被重创 母舰系统发出生意 在他的扫描中 周冲与鬼先生 勉强属于弱化的神魔物种 但目前处在极度衰弱状态中 可以让剑中的五号机械人去守护孙家 母舰中有教学机甲 以及几个机械人样体 他建议激活五号机械人 他消耗的异物质较少 勉强可以解锁第二级能力 或许可保住孙家 然后 母舰就不说话了 只是疯狂发送信号 各种不可解析的讯息 传向未知的宇宙深处 孙家人头皮发麻 但也顾不上他了 快速激活五号机械人 时间不等人 再晚一步的话 孙家总不可能就被人灭掉了 五号机械人复苏 冰冷的金属躯体 流畅的线条 充满了艺术美感 他并不是特别高大 不过两米出头 很快 他洞悉了孙荣坤的意图 眼窝中光芒剧烈闪烁 而后恢复平静 像是有些高冷的人类 踏出母舰 没有事的话 不要打扰我 我要再次沉眠了 母舰开口 发送出最后一组信息后 他主动熄灭屏幕 应该没事吧 母舰中 一位中年男子低语 母舰 来自旧土外的月亮上 当年 共挖掘出五艘母舰 驶向星星 一百多年来 他也多次发送神秘信息 但从未得到过 宇宙深处的回应 母舰很人性化 曾说过一句话 机会渺茫 或许再也回不来了 孙家 周冲抓住银色大钟 在快速倒退 想暂时离开孙家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危害性非常吓人 剑光横扫 孙家成片的建筑物倒下 断面平整 杀伤力实在太大了 除雀斩神奇所在的区域 较为平静外 其他地方伤亡惨重 顷刻间 孙家死了五十多人 当中有安保人员 有家政人员 有庞系 也有核心高层 各种能量炮 以及其他科技武器等 都对准了周冲 但效果不理想 即便有能量炮 将他的血色身影打散 最后还是能重聚血光 不是科技武器弱 而是他的那块骨算是鲜骨了 生生不息 实在是异常 此外 这里是孙家的大本营 过于毁灭性的武器 没法在这里解锁 不然的话 一群高层也要跟着完蛋 如果母舰重启计划失败 或者来不及了 那就以战舰毁灭这里吧 让超凡者为我们陪葬 孙家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子 心痛而又绝望地喊道 命令已经出现在天空中的战舰 准备进攻 动 在周冲见光清空周围的建筑物后 一道刺目的光束降落 打在他的身上 扑的一声 让他浑身血液溅起 血影炸散了 这次 他损失了部分血物 并没有能完全凝聚回来 而且那块针骨上 雷击过的焦黑痕迹 脱落了一些 再次重剧血身时 他获得抬头 一艘小型战舰 发出了一道聚合光束 将他击伤了 我先找地方恋化锁魂中 袁洪 你小心一点 不要接近斩神器 去孙家另一座密库 我感觉那里有惊人的宝物 都带走 周冲喊道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 天空中的战舰 而后血色身影一闪 扑出孙家 不敢在距离 斩神器太近的地方 炼化上鼓重器 在他踏出孙家后 天空中树道光束交织 直接打了下来 比刚才的光束更强 周冲在肩部绒发间避开了 血影没入地下 孙家前方 出现一个恐怖的大坑 各种泥土都融化了 附近的建筑物也均裂 要倒塌了 扫描道他在右前方地下 咚 又一道光束击穿地表 没入地下深处 爆发出恐怖的光芒 融化了土石 给你们脸了吧 周冲寒声道 他境界跌落的厉害 被轰击得不轻 他没有逃向地下更深处 而是直接冲上了高空 多次变相 接近那艘小型战舰 此时 他暂时收起了针骨 放弃了血影形态 扔下银色大钟 不然的话 出现在天空中 就是个火把子 哄 他的魂体 寄出一道剑光 将小型战舰击穿了 这震动了孙家所有人 天空中发生剧烈的大爆炸 不过 那口冲起的飞舰 被另一艘小型战舰锁定 被一道光束击中 打得横飞出去 暗淡了 剑间部分破损 周冲脸色变了 当 同一时间 钟声响起 鬼先生在催动大钟 争分夺秒 依旧想尝试炼化 周冲转身又俯冲下去 再次与针骨合一 血色身影再现 去争夺锁魂中的控制权 孙家 袁洪发出惊叫声 狼狈地逃了出来 他催动燕洪的宝印 打出成片的符文 对抗生后的污光 他快速传音 道 孙家那座密库中有重宝 竟是 金色的竹简 但那里有古怪 似乎被人布置过 很危险 专门针对超凡者 克制魂光离体的人 什么 金色竹简 方式的至高经文 周冲震惊 而后不得不叹 这真是一个见鬼的年代 这种东西 都能出现在凡人家族中 身在大幕后的世界很多年 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东西 练金色竹简的人厉害的邪乎 成为了最富盛名的高手 而且 有传言 金色竹简 石板经文等 都是不可考证的东西 不知道究竟存在多久的岁月了 即便是非生的人 语化登仙者 也想得到金色竹简 想要破译 从而寻找绝顶方式的破绽等 事实上呈先后 金色竹简上记载的法 依旧适合修行 还能继续深入地往下练 这才是恐怖的 周冲寄出一张符纸 紫光一闪 落入密库中 压制住那里的乌光 接着他又 祭出那口破损的飞箭 斩了进去 哄 那片密库的外部区域 发出恐怖的声响 伴着刺眼的符纹绽放 有高人布置过 一旦有超凡力量出现 那里的幽冥符就会激活 是谁先入主了这里 周冲露出金融 他祭出的符纸快速毁掉了 这让他心痛 他身上的好东西并不多了 纵然他是绝世烈仙的布种 那个人动用大神通 也只为他传送出来部分重规重矩的器物而已 是你吗 周冲低头看着银色大钟 鬼先生叫道 不是我 另有其人 我一直觉得 孙家有古怪 有人将这里视为了自己的地盘 这让我颇为惶恐 我觉得 有烈仙中的顶级强者盯上了这里 再干预现实 以后这里 可能会成为祈祷场 周冲不相信 道 胡说八道 即便是绝世烈仙 也无法凭空这样干预 你身后是不是还有什么人 有同伙 同时他再次回到孙家 一是惦记上了金色竹简 必须要拿到手中 这么逆天的宝物 如果不取走 他觉得会遗憾三生三世 二是他进入孙家后 天空中的战舰 不敢展开毁灭性的攻击了 当然 他也把握了分寸 这次没有再对孙家的人出手 鬼先生急切地说道 我可以发誓 以修行者共尊的诅咒誓言进行 真的与我无关 应该是有其他未知 而恐怖的生灵在布置 远空 五号机械人悬浮 扫描周冲 准备狩猎神魔 酒店中 王轩动容 一个孙家而已 竟有这么多的古怪 令人警醒 不得不重视 这么看来 真有什么生物盯上了密库 视为自己的地盘了吗 但他为什么没有出来 始终不现身 王轩静静地看着 等局势明朗 有些东西必须争取在今日得到 错过的话 万一被猎先带走 那以后多半就没有机会了